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矿山施工当中 来自生产当中 会多次涉及到爆破 那么在爆破过程当中 由于我们规程措施 执行不当 可能会产生一些危害 那么这些危害有哪些呢 这一看 它包括我们的爆破震动 我们的爆破作业的冲击波 以及爆破的飞食 那么另外呢 我们的早报和聚报 这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两类 另外炮原中毒 这些有害效应 包括这些 所以大家要明确 当然回头会说到 这些有害效应 我们怎么样防范 采取哪些措施 另外呢 我们在规定我们爆破安全距离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这些有害效应 分别核定它的最小安全距离 我们爆破震动 这个安全距离是多少 我们找出最小的人 然后冲击波 最小是多少 我们把这几种有害效应的最小安全距离找出来之后 大家注意 我们是取它们的最大值 作为我们爆破的紧接范围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我们如果乍一看 非常别扭 分别找它的最小距离 然后取它们的最大值 作为紧接范围 实际上道理呢 倒是很简单 你取它们当中的最大值 那肯定都能满足所有的爆破效应要求的紧接范围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分别核定最小距离 然后取它们的最大值 是这么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第二呢 我们就来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爆破危害如何防范 那么这个爆破危害的防范 我们首先是总体上 条目性的说一下 第一 严格执行条例和规程 这个条例就是我们的民用爆破物品 安全安全条例和爆破安全规程 严格执行条例和规程 第二呢 是合理爆破设计 第三呢 是严格按照设计进行爆破施工 第四呢 是建立制度 并严格执行 使用合格的器材 第五是包括本身危害的控制防护 当然这个里面 相应的 相应的 地震效应的 飞食的 冲击波的 早报聚报的 炮烟的 这些方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要注意 如果一旦考试涉及到这个知识点 有的同学可能想我如何答 我们还是那句话 怎么问 也对应的回答 他如果很笼统的问 我们矿山爆破时 危害如何防反 我们就从这五个方面 严格执行条例规程 合理设计 严格按设计进行爆破施工 健全制度 严格执行 然后针对具体的危害 严格控制保护防护 从这些角度就谈就可以 当然如果它具体到 某一个危害的防范保护 针对某一个具体来谈 所以地震效应的 飞时的 冲一波的 早报聚报的 炮烟的 但是作为这些 我们的危害 它的防范 实际上大家先把握一点 把握什么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欲 对这些防范 首先体现一个预制 也就是说 我从预先控制 从设计的手段 来防止它发生 也就是通过预先 免除灾害的发生 体现一个源头制 这是第一个预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 防护 或者如果准确地说 就是防护 你在一些情况下 通过预先的防范 不能免除它发生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加以防护 在这个危害出来之后 我加以防护 避免这个事故 造成的后果扩大 或者讲尽量减少 这个事故后果 危害程度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讲了五种 这个危害防护措施 但实际上 大家把握 这五种 虽然探了多种措施 但是不外乎 就从预和防护 这两个角度来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针对这五种危害 分别来讲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也给大家说得很清楚 这五种危害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 做一个小案例题 他问我们一下 你这个非时如何防护 我们就可以说一说 所以这个 大家要掌握其中的要点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地震效应的控制保护 所以他首先谈了一下 可以采用一定技术措施 来减轻地震波危害 包括降低的强度 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一个是降低 一个是防护 但具体的方法呢 大家一看 第一 愈烈爆破 或者是开挖减震勾潮 这个愈烈爆破 和开挖减震勾潮 实际上差不多 都是先形成一阵裂缝 避免这个冲击 或者说这个冲击波 这个地震波 应该范围太大 它也形成一定的隔离 第二呢 从药量上 限制一次 爆破的最大药量 不装药太多 那么第三呢 就对于我们建筑物 拆除爆破 加大拆除部位 减少爆破转化 我多拆一些 避免爆破的量太大 对技术部位 采取部分爆破 采取方式 第一爆出炸药 或者采用静态的破碎剂 这是我们说这个 爆破的用 第四呢 是设置缓冲层 缓冲一下 但这个缓冲层 和这个预列爆破 有些类似 这个第五 合理的爆破器材 合理设计爆破参数 等等这些 具体措施 所以这些措施 应该讲 主要是从降低的角度 预列爆破 限制要量 减少钻孔 缓冲层 选择爆破器材 所以这个呢 大提说一下 至于这个非时措施 防非时 这个爆破之后 产生了一些碎石 四处乱飞 那么这个的防护走势 实际上很简单 第一个呢 我们尽量 避免它产生 第二个呢 产生以后 我们控制这些方向 加以覆盖 所以大家看 第一控制飞时方向 就是避免它 飞到我们 不希望 到达的位置 第二呢 改变 装药结构 加强堵塞 避免坦诚 飞适 第三呢 合理安排 其胞次序 选择间隔时间 第四呢 减少 装药集中度 应该讲 我们装药结构 集中度 这些 包括 其胞次序 都是为了 避免 非时产生 第五 我进行覆盖 它飞起来了 没办法 我盖住 防护好 这个呢 都是非常明确 我想呢 道理非常简单 那么第三 降低这个空气 冲击波 这个降低 冲击波 说的就更明确 第一是防止 产生强烈的 因为我们说 你这个冲击波 不可能不产生 但是我 使它产生 产生这个 比较弱 不强 第二呢 就是防护 所以大家看 一个从产生的角度 一个从防护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 谈的欲 和防护 对不对 那么防止的措施 有哪些呢 就是一个 一是防止产生 强烈的冲击波措施 大家看 有良好的爆爆技术 保持 设计抵抗性 这是 冲击波的 一个 非常典型的 措施 保持设计抵抗性 那么 不至于 这个抵抗性 它是小 冲击波 就行不成 第三呢 覆盖 堵射 也是不形成 冲击波 第四是 低质构造 第五是 控制 我们的爆破方向 和合理的安排 爆破时间 第六是 注意气象条件 这是我们防止 控制冲击波的 防止措施 但是我们刚才讲 你冲击波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 产生了以后 我们怎样防护 防护 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说测人 人人撤离 警戒 第二就是我们 不知反向的药包 它望着冲击 我给它 一个反向 削弱 这个主要包 产生的冲击波 给它 加一个反向的冲击波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看 防止措施 防护 措施 那么 这个地方 大家要区分一下 从两个角度区分 第一个是在我们 冲击波的角度区分 冲击波的角度区分 就是说 以防止措施和防护措施分开 那么可以出这么一个题目 下列 这个爆破危害 防护措施中 属于降低空气冲击波 措施中 防止具体措施的是哪个 他问我们这个防止措施 爆破技术 地质勾照 爆破时间 再加个人员撤离 你要清楚 这个人员撤离是防护的手段 不是防止的手段 这是靠这个 大家反过来 哪个是属于防护的手段 一个人员 一个服务药包 这是我们第一个考试角度 区分防止和防护 第二个考试角度 可能把这个降低冲击波 和我们刚刚讲过的 防飞时 防低震效应 这个区分 我们例如这个地方 他谈到的这个设计抵抗线 这个设计抵抗线 我们说前面两个飞时也好 我们低震效应也好 都没有谈到 它是爽充一波 比较典型的 特有这个措施 所以像这种我们也要区分一下 当然第三一点 像这种地方也可能出 小的案例题 对不对 五分的一个题目 你像这个防止 空气冲波 冲击波的距离措施 这六个 不就出一个很合适的 五分的小案例题吗 所以像这种点 大家要注意掌握要点 区分开 这样才能有效的应对考试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防早报 防早报的措施 这个早报 实际上这个题法比较文雅 实际上早报换一个说法 就是叫误报 叫误报 也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它爆炸的时候 它爆炸了 这叫早报 或者准确的讲 应该叫误报 当然我们回头要讲的 那个巨报 我们希望它爆炸的时候 爆炸的时候 它不报 那叫巨报 所以说该报要报 不该报不要报 这个就导致了早报和巨报 那么早报的表现 也就是早报在什么情况下早报呢 这个时候运输阶段 当然不排除我们生产阶段 因为我们这个矿山 主要从运输 储存 保管 乃至这个作业过程当中 还没有这个爆炸的时候 它突然间爆炸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来看 大家看房子早报的措施 挺多 十一个 第一个是精心施工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表述 你精心设计施工 这个没问题 是常规要求 原则性表述 第二 制定安全制度规程 第三 严格遵守爆破规程 这都是原则性的表述 当然如果我们答题的时候 这些一定要答上 从设计的角度 施工的角度 制度的角度 来谈 第四 要求进行运输储存 保管 这是我们运输储存 保管环节 第五 要做好炮孔监督 检查验收 第六 做好爆破器材的检验 第七 严格现场管 规程操作 第八 是我们保证 器材炸药的质量 大家看 从我们的制度 炮孔 现场 这些角度 最后三个 避免雷雨石 爆破 防止雷电 使它误报 严宁打残炎和救援 预先安排好 爆破后的检查 和事故应处理 所以防止早报 得一看 这十一条措施 掌握要点 那么 拒报的问题 这个 实际上可能有的朋友 说它拒报 它不爆炸 还有什么危害呢 不爆炸 我们说危害更大 特别是什么呢 我们一部分爆炸 一部分不爆炸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搞不清楚 哪些爆炸 哪些没爆炸 在施工的话 可能就带来 更严重的后果 那么 我们防止据报 主要从我们这个 爆破器材 爆破线路 爆破电源 乃至我们这个 爆破钻孔 也就从这些 和爆破有关的 这些环节 来找原因 所以大家看 第一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器材 你器材不合格 可能不爆 我们的 雷管 炸药 如果其中一个不合格 可能也不爆 第二个人 你以后检查整个线路 对线路检查 如果线路断了 线路不通 他也会拒报 第三 检查 爆破电源 并被电源的 起爆能力进行计算 有时候我接的雷管 这个太多 我带不起来 所以我们要注意 检查电源 第四 就是炮孔的问题 里边有水不可以 因为盐粉不可以 所以将恐龙的水 吹出来 将恐龙的盐粉 清除 所以这是防止 拒报的措施 这么 两个 招报和拒报 那么 第五 我们说一下 防止泡烟中毒的措施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下矿山 这个爆破危害 防止泡烟中毒所事 和我们前面讲 那个露天矿山 泡烟中毒所事 它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个地方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但是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清楚就可以了 但是一样也没坏处 所以想 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 无论它怎么问 露天矿山也好 地下矿山也好 甚至只是问 防止泡烟中毒 要采取哪些措施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要考虑 是露天还是地下的问题 就答这几条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清楚 和我们露天矿山 防泡烟中毒的措施 是一样的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分开来记 大家看这个措施 和前面一样 我就不再细说 但是不外乎 营养平衡 炸药的保管检验 以及我们填射 质量和长度 以及爆破或者通风 然后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的起爆站 和观测站 不要设在下风方向 实际上这两个 我们说不合设在地下框山 我们地下都是航道 应该讲 不涉及到上风下风的问题 就是风流通路的问题 寄风回风的问题 所以上风下风 这个提法在我们地下框山 不是很恰当 但实质也是一回事 所以防止泡烟中毒的措施 我想道理非常简单 好我们下面看几个题目 大家看下来说法中 所以防止产生强烈空气之波的 距离措施是哪一个 这谈到的四个措施 保证器材炸药质量 严谨达残炎就严 减少爆破钻孔术 这些不是防止产生强烈充一波的 这是从早报拘捕的角度 所以这个地方保持设计抵抗线 它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题目选A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也给大家提醒过 要注意区分 就是这个题目 我们看选A 好 关于爆破为黑的一集 大家看我们教材上 内容并不多 但是可以出题的点 还是比较多 希望大家注意区分 好这就看了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